剛剛同學提到中文字的問題 英文都沒問題,中文就是有問題,因為筆畫比較多 那 剛剛還有就是那個英文全景也不行 今天如果你想要自己 做這些圖案有幾種方法 第一個 它裡面其實也有這個東西可以用 有沒有看到下面可以自己圖 這裡就有64顆 對不對 你可以用勾的 點進來 然後怎麼樣 自己勾 有沒有勾起來就拿一顆顆亮 但是這樣 你比較沒感覺 所以我通常都不用這個 那有什麼比較好用的工具 有 你來看一下 只要你在哪裡 在這種LED點舉證的積木上面按滑鼠的右鍵 各位還記得我們封名器有一個小工具 有沒有 其實Webduno另外一個優點就是它在不同的 元件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這裡也有一個叫小工具 在這裡 所以你按一下 這個時候呢 它會有一個LED點舉證的代碼產生器跑出來 產生出來 那如果你覺得 在這邊 一樣的 把你們家的號碼打下去 你們家的那個 device ID 打進去 然後腳位 14 12 13 有沒有 如果你這個 設定好了 你把按一下連線 你會發現你們家的LED點舉證會全部變暗掉 你來試看看 你看我把這個 打開 當我按下連線 當我按下連線 在這裡按下連線 有沒有變暗掉了 對不對 他表示已經連線成功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像我這個一樣的 我把這個拉出來好了 把拉來外面一點 好 這樣 像我現在在這邊 我這樣一點 有沒有發現我的燈就亮了 這裡啊 這樣一點 你覺得這樣有沒有比較有感覺一點 我在點的時候我的燈就在亮了 這樣是不是你就可以在這邊自己做 跟剛剛那個用勾的感覺不一樣吧 因為這樣看起來比較 可以知道真實的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的中文字 就可以來這邊 用點的 對沒有玩過點字 那其實呢有一個小的方式也可以做 你看 我們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他有提供大寫小寫數字跟圖形 所以如果你不太會寫 我就找一個A 按下去之後有沒有發現你們家就出現A了 用這個再來改行不行 用基本的形狀這樣再來改可以嗎 是不是也OK 對不對 那你也有數字可以拿來用 也有這裡的基本圖形 你看笑臉 笑臉還有第二個笑臉喔 有沒有反白的笑臉 這是顛倒過來的笑臉嗎 好就是 這樣子 那你要 這個 哭臉 這裡有好幾個啊 這裡有不同的哭臉啊 你可以拿這些 根據這些再來改 是不是就覺得比較容易 好有一個愛心你就知道 一個劍穿過去 一個劍穿過去 這樣 是不是也可以 對吧 就是我不會畫的我就先利用它裡面的圖形 幫我做一部分之後我再來改 這樣其實也是可以 這樣有沒有信心 中文字 我跟你講其實很多小朋友很厲害耶 大人都做不出來了小朋友做得出來 因為這邊就不是比 城市的實力是比創意嘛 好那你看上面這裡 當你把圖案做好之後有沒有發現有個代碼產生出來了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代碼拿回去那邊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當然你也可以試看看他有跑馬燈的功能 所以呢你可以讓他先跑一下 如果 你想要 這個形狀 有沒有就可以停止 他就把你做好了 就跑馬燈啊 你可以按一下停 因為有些時候你要的不是那個形狀 他可能這個才是你要的嘛 好你要向右向左隨便 停 有沒有這樣就可以產生 不同的形狀 那 確定你要的就把這個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之後我們就可以拿回去Webduno裡面囉 你看我們在這個地方 剛剛是用這個我把這個先拿掉 我不要愛心了 我來用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第1次是怎麼弄的 有沒有這個代碼的 你看我把它丟出來 其實 就是在這裡 他就是用一個什麼 是不是用一個文字 還記得我們不是在 那個遙控器上面顯示文字 就是文字丟進來 他就知道代碼要做什麼了 就是那個圖案 這樣子 你就可以來這邊 你看我們把它重新執行 有沒有剛剛那個形狀出來了 這個形狀 有沒有 只是我現在是跑馬燈嘛 I還有U在後面 這樣沒錯吧 有了解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用我們這個 就是所謂的 代碼產生器 代碼產生器 其實 真的 蠻方便的 就可以直接去做控制 這樣就交給你囉 áb筆 為什麼 refer